鱼豆公主,你准备好了吗? 我,我准备好了 那你出去吧 啊?不是,您叫我过来的吗? 我刚来就让我走啊 我是说,我已经把你治好了 你现在魔法能量又回来了 并且比之前更强大 这么随便的吗?魔法就这样回来了? 你说什么? 呃,没事 他是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是谁呀,可是光之女王 天上地下的,顶出我的能量最为强大 没有办法,实力强 就是可以这么的为所欲为 就是那些什么所谓的黑精灵啊 我想要灭了他们 诶,小长,我好像知道为啥你这么吊朗当的了 你最好瞧点啥 其实他们不就跟大人气的小孩一样吗? 诶,人呢?年轻人就是浮躁 给他讲点道理都停不下去 这是多宝贵的人生经验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不要怕,现在你已经有了魔法了 你不用再害怕他了 还有,你们以前是好闺蜜 我相信不会一点感情都没有的 只要你动之以情 小之一粒,大之以巴掌 软硬皆失,肯定能回心转意的 让他去给我们做卧底 那我们打败黑精灵族的胜算 那不就大多了吗? 哎呀,小长你也太天真了吧 他怎么可能会来给我们当卧底呢? 小长是因为被黑魔法洗了脑 其实他本质不坏,对不对? 实在不行的话 你记不记得,只要是精灵族 都会有魔法印记 你是说摧毁他的印记? 好久不见了,雨冬 没想到你们两个一起来了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了 我就是在那个月圆之夜变成你的样子的 小长,你不要再错下去了 你根本就不想这样的,对不对? 我们可以帮助你一起摆脱黑魔法能量的 我现在只想要你们精灵王国的魔法圣物 这个可恶的猫管家 居然放了一个假的在这里 猫管家 没事,小殿下 这点痛痛,我还是能承受得住的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魔法圣物在哪里的 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 雨冬,小长,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难道你们不想救猫管家吗? 别跟他说废话了,动手吧 猫管家,你,你 这丫头居然小瞧我 我可是属于神剑猫神大人的亲徒弟 什么,你居然是猫神大人的徒弟